导航菜单可以让用户方便的去浏览网站的每一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菜单 上面会显示两个菜单像首页和视力页面 那么点击首页可以打开我们的网站的首页上的内容 默认就是最新发布的文章 点击这个视力页面的时候 可以打开wordpress默认给我们创建的一个页面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建这些菜单 那么把鼠标放在这个工具栏上面的站点名称的上面 然后在弹出的菜单里面我们选择菜单 这样可以快速地打开管理菜单的一个界面 或者你可以直接在外观里面找到菜单 那么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菜单 现在在前台显示的菜单 其实是我们使用的2012这个主题里面默认的一些设置 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创建自己的菜单的话 那么会按照主题里面默认的设置去显示菜单 下面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菜单 在菜单的名称这里 我们输入一个菜单的名称 那么菜单的名称可以使用字母数字 最好不要使用中文 这里我们输入Mem Menu 然后点击创建菜单 这样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叫做Mem Menu的一个菜单 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菜单去选择一个显示的位置 当前我们的主题里面只定义了一个可以显示菜单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主菜单的这个位置 在这里我们选择Mem Menu ,然后点击保存 下面我们可以去回到前台去看一下 我们在新的标签里面打开前台的一面 Mac可以按住Command Windows可以按住Ctrl 然后这样可以在新的标签里面打开这个链接 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前台页面的菜单就不见了 这个是因为默认的菜单被我们创建的菜单给代替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在新创建的菜单里面去添加菜单项 所以这里面并没有显示任何的内容 我们再回到管理后台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可以显示所有的真实婚礼分类内容的一个菜单项 那么在这个分类目录这里面 我们可以勾选一下这个真实的婚礼这个分类 然后点击这个添加之菜单 那么现在在这个主菜单的下面就会显示一个真实婚礼这个菜单项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到前台去刷新看一下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添加的菜单项 点击这个真实的婚礼 可以列出所有这个分类下面的内容 下面我们可以把真实婚礼下面的所有的分类都添加到这个manmanu的菜单里面 我们回来然后呢在分类目录这里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所有 然后呢这里我们勾选一下真实婚礼下面的所有的分类 点击添加之菜单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manmanu这个菜单下面就多了几个菜单项 我们可以用鼠标呢去托放这些菜单项 去改变它们的顺序 那么如果说你想让这个比如说美国婚礼作为真实婚礼这个菜单项的子菜单 我们可以呢按住这个菜单项 然后呢向右去拖动这个菜单项 同样呢我们可以处理一下下面的这两个分类 然后点击保存菜单 回到前台 刷新 我们可以把鼠标呢放在这个真实婚礼这个菜单项的下面 这样呢会弹出这个菜单项下面的所有的子菜单 那么这里呢有美国婚礼 加拿大婚礼和澳洲婚礼